我是王耀榮,歡迎來到《王冠錦言》 我小時候聽聞年輕人若要在黑道之中成名 其中一個途徑就是要成為黑社會堂口的打手 要成為一個打手就難免經常要為堂口的利益而打打殺殺 結果被警察抓的機會就多了 案底就越來越厚,擇職的機會就越來越高 但很多黑道中人年紀大了,經過大半生歷練之後 都覺得如果人生路可以重新走一次 他們都會選擇做過守法的人 後悔當初犯案,令自己一生背著案底 黑社會年代過了 現在反而有些有識之事不斷美化犯法 所帶來的後果 相信很多人都在網上見過一個視頻 片段中有一位公眾人物在台上陣陣有詞 對著一群年輕人,講及他的人生哲理 說案底會令人生變得更精彩 結果換來台下一片掌聲 對於案底的理解,坊間存有很多謀誤 有人說如果法庭只是以罰款方式去懲罰一個罪犯 那麼犯案者就不會留有案底 亦有人說只要過了一段時間後 案底就會自動消失 即是俗稱所謂的洗底 這些說法其實是完全錯誤的 其實並沒有任何法律條文 容許罪犯將案底完全洗脫 案底是終身留在犯案者身上 按照罪犯自身條例 如果有人在一生中第一次犯法 而法庭並沒有判他罰款超過一萬元 又或者沒有判他監禁超過三個月 再加上他在第一次犯案之後的三年之內 不再犯案 那麼這名罪犯的案底 才可以被視作失效 但是失效的案底並不等同洗底 案底失效的意思 只是代表犯案者在某些情況下 可以不向其他人透露自己曾經有個案底的事實 舉個例 如果犯案者去一些私人機構 例如酒樓、旅行社之類的地方見供 見供時有個僱主問 你以前有沒有犯案?有沒有案底? 如果那個案底是屬於失效的話 犯案者就可以不披露自己曾經有個案底 但是如果他想從事一些較為專業的工作 好像想做律師、會計師 或者想成為紀律部隊的人員 他在建工時 仍然需要如實披露自己曾經留有案底的事實 換句話說一個留有案底的人 在找工作的時間和選擇工種的時間 會受到很大程度的製罩 相反地如果一個初次犯案者被判罰款超過一萬元 或者被判監禁超過三個月 他就不能享有案底失效的權利 即是說如果他被人問到過往有沒有案底的時候 他就不能夠隱瞞自己有案底的事實 總括來說,犯了事不論所面對的刑罰是輕是重 案底是會跟隨你一生的 至於曾經犯事而被判 履行社會服務令、感化令、更生中心、勞教中心 或者教導所判令的人 同樣是終生聖地留有案底 將來求職的時間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的 而曾經有案底的人士想移居外國 他亦都不能夠領取到俗稱梁文正的證明文件 當我們了解了案底對自己前途的負面影響之後 你相信案底會令人生更精彩的豪言壯語嗎 說出這句金句的人 近日試驗干犯國安法罪而被拘留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證明給大家看 案底令人生更精彩這句說話 並非只是他的棄言 因此他用以身作則的方法 勉勵大家堅守這句說話的信念 請坐一趨